高雄日前發生了車禍意外 一輛白色轎車跟警車對撞 排車駕駛傷重昏迷 昏迷指數只有3 之後家屬心疼的說 意外當天看到了警戒高層 頒發了紅包慰問受傷的遠警 另外有親友抨擊說 警察只關心警車的狀況 對紫棋山分局解釋 第一時間將人送醫處理 車禍的處理程序合乎正常 巡邏車來到路口 儘管遠警開警示的民警敵 但依舊發生事故 從另一個角度看 白色B&W閃避不及 先後撞上警車跟對象休旅車 接著360度旋轉停靠 這起警車撞擊事故 發生在這個月1號高雄山林區 當時導致白色B&W駕駛傷勢嚴重 昏迷指數3 不僅還沒脫離險境 現在家屬更不滿 意外發生後警方處置程序 頒獎會問 他們是不是認為說撞死我兒子是應該的啊 不僅這張住區督查 頒發紅包慰問受傷遠警的照片 引發爭議 由於受傷遠警 當時駕駛巡邏車是行駛支線道 撞上主幹道的白色B&W後 才導致另一輛黑色休旅車遭波及 因此家屬也質疑 遠警駕車有瑕疵問題 他已經沒有追那個沒有戴安全帽的 等於是說沒有在執行任務 不只母親心疼 昏迷駕駛的親友更在臉書PO文抨擊 警方不顧傷者似乎只擔心警車車損 想要拔走行車記錄器相當不應該 對此警方也解釋澄清 警方表示意外當下第一時間呼叫救護車 說江人緊急送醫並沒有不顧傷患死活 但突如其來的意外 相信警方跟家屬誰都不願意碰上 記得蘇書有片段報導